回去的話可以試試看 除了說台銀外匯之外 可以再試試看其他的外匯資料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觀察過主要幾個重點 一個是這一個 檢查之後的話呢 他的那個class 其實class這個已經足夠我們把資料抓下來 對不對 所以用什麼呢 sp.find all就可以了 find all的話呢 把什麼呢 把他前面這個是div 後面呢 就是加他什麼 加他的class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這個所有的匯別 這一個欄位的裡面的所有資料呢 通通都把它抓下來了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的資料呢 那後面的資料呢 不過會有一個可能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這一個跟這一個的class名稱是一樣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匯別 假如說20個的話 那買入跟賣出總共就40個 有沒有 因為他兩邊是用一樣的class名稱 那這個也是一樣 機器也是一樣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demo一下 這個就最後做完的 我希望看到結果是什麼 幫我把它列出來之後 並且幫我存一個檔 在這裡 然後最後的話 把這些資料 就是直接用那個excel 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我再把它拉寬 你這樣子 就可以很清楚的 甚至呢 可以把這個資料呢 也塞到資料庫裡面 那當然你如果一段時間 每天每天都更新的話 可以把這資料呢 全部都丟到資料庫 或者是你看你多久啊 哪個多久周期 跑一次 那其實自動執行的部分的話 Python其實不是很OK 因為Python的話 如果你要每一段時間 像鬧鐘一樣 自動去跑一次 它可能必須要用到那個 Windows裡面的一個排層功能 但我覺得那個排層 似乎不是很OK 因為還要做很多的設定 所以我建議 其實 如果你要那個一段時間 去 去run一下這個Python程式的話 像我後來想了一個方法 因為在VBA裡面 VBA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還蠻好用的 叫OnTime的方法 VBA裡面有個OnTime OnTime方法的話 它有兩個效果 一個是說有點像鬧鐘 幾點幾分幾秒 它會去run一下 OK 另外有一個是 多久run一次 比如說一個小時run一次 十分鐘run一次 你可以設定 但是這個功能 在Python裡面沒有 所以怎麼辦 後來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可以混搭 有沒有 就是用VBA有沒有 去呼叫Python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然後怎麼不可以 想得到都做得出來 只是說沒有人這樣想 沒有人這樣做而已啦 只是用VBA 那問題VBA裡面沒有 BeautifulSoup 但是它沒有那麼好用 如果這麼好用的話 那Python就不用 就不用學了嘛 你用學VBA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 沒有那種東西都是完美的 對不對 一定會有它的缺點 所以人也是一樣 人有優點也有缺點 所以一定要節償補短 對不對 你要看清楚自己的 自己哪裡缺點 你就不要 你明明矮 你幹嘛跟人家打籃球 你不是自取其辱嗎 是不是 所以不是都很大 沒關係啊 你可以看誰掛誰都可以嗎 都可以 都可以啊 沒有關係啊 你愛怎麼掛怎麼掛 也可以開始掛VBA 當然啊 兩邊互相掛來掛去都沒關係啊 完美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達到這個效果而已啊 只是說 當然這個效果怎麼做 有的時候不是說 有的人可能不會做 但是問題是 如果有人做了 然後也分享出來 你就會了嘛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出剛剛講的那個效果 其實你可以參考我的那個雲端白板 這哪一章節啊 哪邊有 有沒有 自動執行 第十章有沒有 請各位 如果有需求的話 請自行的去看一下 因為這裡面的話 最早 一般書裡面教的 或者網路 你Google到的 大部分都是教你工作排程 可是我發現 這個方法很蠢耶 這樣子 怎麼自動排程呢 這個很麻煩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式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當然我有把它 過程也拍照了 因為我發現我還是做過一遍好了 後來發現這個方法真的不夠聰明 OK 所以呢 我就這邊補充用什麼 用VBA執行Python 那如何執行 有單次執行的 也有不斷執行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呢 執行再稍微把這個程式 那主要是這個地方了 1的話請你改成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是C啦 你的電腦如果在D的話 這邊路徑的話我們是 應該Python 374 我之前是364啦 所以這個可以改一下 主要是用這個Python的.exe 去run你的這個Python的 點py檔就對了 那我這個py檔剛好在這個路徑 我就指到 這樣的話呢 主要是利用那個什麼呢 VBA裡面的一個叫做on type方法 那application指的就是Excel 本身喔 application指的是Excel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run這個程式的時候 請務必怎麼樣 Excel一定要是打開的 OK 另外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電腦要不要打開 所以就是說你在這種情形下 不然它不會自己打開啦 就是說它就是有個限制 就是一定要有這個application 而且是要打開狀態 它才有辦法在那個manager裡面 被你被run 所以這on type這個是每隔五秒鐘 所以這個time value大概就十分秒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快被執行一次的話 那你就是稍微改一下 多久執行一次 那另外的話有個鬧鐘方法啦 你也可以自己在那個on type 這個方法按F1 不過這個可能要把這個程式怎麼樣 貼到那個 這個什麼呢 在這邊吧 你要貼的話就按右鍵嘛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貼上就可以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在on type上面按F1 其實就會有相關說明了 除了說你可以每隔一段時間run的話 假設你要改每隔多久 就是鬧鐘的方式的話 底下也有這個on type 這個是多久一次 這個是什麼時候執行一次 其實都有說明 上面也有相關的那個 就是on type這個方法裡面要傳的參數 這兩個必要的 這兩個可以選用 OK 選用的話 這邊在schedule 還可以排程耶 OK 所以其實應該還可以做很多的特殊效果 那這個部分因為是 Python裡面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VPA 去呼叫什麼 呼叫Python 主要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叫做share 這個主要是用share share意思就是說 我要外部去呼叫 外部的某一支執行程式 去執行某一個module的動作 OK 所以當然不是只有Python可以這樣做 其他也可以 很多都可以外部呼叫的 OK 所以VPA可以呼叫Python 那Python是不是也可以呼叫VPA 其實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細節部分呢 如果遇到我們再來看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再到雲端上面 找到第10個單元這邊 自動執行 我又把程式碼放在這邊 或許你們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待會可以試試看 每隔一段時間去run一下外匯抓取的動作 OK 然後一段時間自動把資料塞到資料庫裡面看看 這個也許還蠻好用的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如何抓取這個台銀外匯第一步 那我們剛剛分析過了 那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就不特別花時間講 第一個的話就是把這個網址給他 所以把那個網址貼過來 然後用get的方法 那encoding特別注意 當然你可以先print看一下裡面東西是不是run 如果run當然不是CP950 當然就是UTL8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在台銀外匯這個網站上面 按滑鼠右鍵 選擇什麼 檢視原始碼 其實原始碼的最開頭地方 也會有一些宣告 看到 在哪裡呢 在head的下方 這個charset有沒有 他告訴你說UTL8有沒有 他其實也會有去處 只是說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通常會放在head頭的部分 OK 那我們就是知道說他UTL8 所以encoding就給UTL8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抓什麼 接下來就是抓這個 立別 我剛剛有講過按右鍵檢查 我們知道說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這個 這個class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個class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個名稱 所以我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這個 這個變數名稱我取一個叫 Data底線Name 也就是說呢 畢別 叫Data底線Name 就全部丟給它了 所以把它print出來的話 應該就是那些畢別的 所以這個地方第一階段 我把這個底下先註解 我們把它先print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第一個 先抓到這個 畢別部分 確定有沒有輸出 print 然後 DataName 裡面的 這個串列 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它就是一個串列 丟出來 就是這一些 那裡面的 裡面的那個 資料的話 叫Dentex 但是它可以看到它前後 都會有一些空白 所以到時候 可能要把這個空白 把它全部拿 拿掉 這個可能要跑一個 跑一個那個 回圈才有辦法 所以第一個 這個美元先出來 前後都有這些 多餘的空白 所以我們其實當然可以把 點strip 然後把它怎麼樣 前後的空白拿掉 剩下就是我們要的 其他當然就是一樣的方法 分別把這個 每strip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你希望前後的東西都沒有 你乾脆就不管了 不過有時候你根本不知道說 這裡面放什麼的話 有個方法 你把它copy 像我的習慣 還是蠻喜歡用什麼 用那個notify++ 為什麼 用notify++裡面 有點像一個造妖精 其實它就是CRLF CRLF 有沒有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假如 你不管 反正這些東西 我通通不要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strip裡面的話 你就什麼都不給 意思就是說 不管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什麼 我通通不要了 欸 這樣我試一下 印象中這樣就可以把 前後的東西 通通怎麼樣呢 拿掉了 有沒有 欸 所以又學了一招 假設啦 你裡面刮虎呢 不放任何的字緣的話 它就是前後都幫你刪掉 不然的話可能就要像剛剛 必須要什麼 反斜線R 反斜線N 然後再去把空白拿掉 這樣感覺 比較麻煩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再去抓那個 我們現金的匯率 OK 就把它放在DATA1 然後呢 再去抓那個 集齊的 放在DATA2 不過這邊可能 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裡面的東西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就是說它的總數 像我加一個LEN 這邊總共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我把它執行出來的結果 跟底下的這個DATA1的執行結果 print出來的LEN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 它剛好會是相差 一倍 也就比如說DATA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執行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上面的總共會有19個 下面的剛好是38個 那如果說我將來呢 要把它同時做輸出的話 這個會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19 那邊你跑一個 那你另外兩邊要跑兩個 有沒有 一個對買進賣出 一個對買進賣出 一個對兩個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一個可以對兩個 所以我底下 我要把它print出去的時候 就這個 print的話呢 那我就是 先把那個欄位名稱先輸 因為我抓那個 串列的時候呢 裡面沒有這些欄位名稱 那我所以我上面自己加 總共有五個欄位 避別 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極其的買入賣出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後面要怎麼跑比較OK 基本上當然我們要跑出來的結果呢 一定也是要 長得像這樣子 總共有19個避別 所以我跑19 所以呢 然後我用 4i 等一下 In range 從0到LEN 就是用那個 匹別 的 總共0到18 那 也就是我現在抓 先抓美金 有沒有 抓一個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假如說我抓一個 那最麻煩的地方 就後面這一串 但我現在 如果單獨輸出的話 應該都OK的 這個直接 如果我直接輸出一個的話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輸出 後面幾個的話 比如說我19個 這19個輸出的話 後面少一個 後瓜 我這樣 把這個 19個避別這樣輸出OK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一個 對兩個的話 一個對兩個 這就是比較麻煩的 那這個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後來我想了一個方法 我有把它寫在那個雲端上面 基本上輸出的話 一個要對兩個 其實 必須後來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 我跑回圈的時候 可以用對應關係 假設我i 怎麼樣 i等於0的時候 那這邊就變01 01 有沒有 那這邊當它等於1的話 這邊變23 有沒有 01 23 45 也就是我要把這一個順序 把它抓出來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會比較簡單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我們待會再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那個避別部分先完成 再抓其他的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個類似 這樣的一個表格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OK OK